她前幾年演了梅蘭芳之後 她現在開始其實做經濟 來看看她現在的樣子 貼回去 PRISE Oh my God 有大叔的Feel了耶 這個... 黎明變黎雅明 她現在滿像的耶 這股靈靈靈 妳真的保養得不錯耶 真的 妳都算是狀態好的 妳們現在已經坐五望六 還可以保持這樣 已經很不錯了 對 人生就像茶葉蛋 人越多越有味道 明哥追求的是白煮蛋 來 美玲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什麼樣姓名筆劃的人 還真的是看不出來她實際年齡 對啊 我們看看有哪一些人 真的看不出她的實際年齡 有兩種人 一種是她的心態是非常年輕的 然後一種是她的保養有方的 我們先來看這種 就是心態比較年輕 這不管哪一個格局對到都算 就是說我們有12畫 13畫 16畫 18 19 22 26 28 31 32 39 40 46 有這些筆畫的人天性她的個性都會比較活潑開朗一點 像有一些人 你有嗎 有 有 一定要 對啊 你們都有 所以難怪你們 對啊 所以你看你們今天會穿得很美少女 有的人就是不敢穿 沒有 有這些筆畫的人就會像你們這種心態 就說現在我們要扮演什麼她也可以去扮演 但有一些人你叫她說她打死她都不敢穿 撿那個碎不行頭她也不敢 然後現在大家流行騎腳踏車她也不敢 然後流行穿高襪她也不管穿短褲她也都不管的 所以這些要有年輕的心態她才能夠永遠保持外在年輕的狀態 一個人沒有心態的時候她永遠沒有辦法保持 有的人像這個年紀的 然後連講她以前年輕的時候的那些照片她都不敢講 年輕的行為她都不敢講 像有一些人在這個年紀的她可能頭髮 你看杜琳也是 杜琳就是有年輕的心態 有 真的 你看有的人 有的人就是 不好意思 不敢說 連講話都不敢講 她就是有年輕的心態 都老了 都有這種心態 什麼都不敢講 然後連這個 譬如說我們去衝浪她也不敢 我們去幹嘛她都不敢 連穿衣服她都不敢 你看有的人像叫她穿粉紅色的她也不敢 橘色什麼她都不敢 但有這些年 有這些的人 你說我們去跳繩 走啊有什麼關係 我們去騎腳踏車有什麼關係 我們去幹嘛都好 所以有年輕的心態的時候 她就永遠都是保持年輕的那個狀態 都不會老的 所以我們的心態非常非常的重要 老師你看 你把她戴這個名字變二十二之後 我整個人心態都變了 真的 這幾年是比以前年輕很多 而且會開朗 你有沒有覺得心情會開朗 我開朗 愛自己 真的真的開心 現在奔放很多 謝謝老師 對 我們人心態變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他才會開朗 是 有的人在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他不出門了 逐步出戶了 他就整天待在家裡 然後每天都唉聲叹氣 或者是怨這個怨那個 或是罵這個罵那個 然後就是說 你們都不回家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為你多付出什麼的 我現在老了 他就老是會覺得他老了 但是當你的心態變成這個樣子 他開始會晚了 而且開始會開朗 開始也不再那個悲傷了 然後再來 另外一種是他的保養友方 那哪一些人是保養友方的 這開始他會很注重他 他從年輕的時候 就非常注重他的養生 這個就是有14話15話20話22 23 29 38 40 41 42 這些人他的保養友方是 從飲食開始 他哪一些他早上起來 一定要是五穀 要蔬菜 要打枝 要什麼的 每天要喝五行 或吃五行的東西 然後再來他的保養 從臉一直到腳 全身的連指甲都要去保養 而且要去腳趾 他不是光只有擦 有的人只有擦擦臉 他是連全身都要擦 連腳這個每一個 去腳皮啊什麼都要 甚至於連頭髮 他都一定要用最好的保養品 像有一些人 他保養可能只有臉而已 身體也不注重 指甲也不注重 然後頭髮那個髮質也不注重 這個呢 鏡頭人應該也有 連那個髮質都要用最好的保養品 26 31的41全都在綁上了 26 31不嫌 反正每天擦擦擦 可以擦兩 擦一小時 擦一次擦是有毛 他可以在廁所裡面兩個小時才出來 出來之後連洗頭髮他都要 都要用最好的油 最好的洗髮精 指甲也要連這個腳皮 都要去到很去的 好可怕 所以這個永遠都會保持這麼年輕 像白甲莉那些 我改一下 內外都改了 我在廁所現在要兩個小時 真的 這樣是對的 對啊 我也有 我也是 好 我也是只有醜女人 好 你們剛剛講的張學友 什麼郭富城那些 全部都在綁上 全部都在綁上 是 好 來 寄廣告給大家保養一下 好 來 這邊也要從手面向來請教湯老師 老師 什麼樣特色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面 他能夠屹立不搖 對 不論你是從小鮮肉 變成東坡肉 還是從小鮮 變成蘇珊大神 只要符合這些手面向 蘇珊大神 沒錯 只要符合這些手面向 你都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 屹立不搖 來看一下 首先來看一下面向 這一款面向就是 第一個 你的牙齒要大顆整齊 然後嘴角 嘴巴要大一點 然後嘴角要上揚 其實我們在座的各位 現場的女生 少女時代 都有符合牙齒大顆 因為牙齒大顆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個性比較聰明 反應快 而且他可以把很多的資訊 變成自己的 然後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他說的話 也確實比較容易影響別人 所以像這樣的話 如果你要屹立不搖 手心的口才要好 那嘴角上揚 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的說話 還有你自己的個性 你比較容易提吸後背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高望重 你想要可以在人生舞台 屹立不搖 你必須要去幫助別人 然後嘴角要上揚 才可以得到好的人和 好 那第二款面向的話 就是要看一下 它的顴骨一定要圓潤 而且臥蠶要明顯一點 而且要亮 那臥蠶明顯 例如說像我們的明星 就是羅四祥 小豬的臥蠶就很明顯 因為臥蠶就代表桃花宮 這個桃花宮可以讓你得到 很好的人緣跟桃花 郭富城 郭富城也有 那我真的 臥蠶是男生女生都需要的 都需要 因為其實人都一定要有桃花 有人緣才可以讓你 掌握這個人脈 尤其這個顴骨一定要飽滿一點 因為顴骨飽滿 你可以讓人家很敬仰你 然後可以受到很多人的尊重 像這樣的面向 就是可以掌握人脈的 所以就要顴骨飽滿 然後臥蠶要深 要明顯 那臥蠶跟眼袋當然不一樣 眼袋如果太重的話 反而會犯小人 賭丁就是臥蠶啊 還是眼袋 不是臥蠶 沒有啦 我們再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所謂的臥蠶 是你笑起來的 最會比較肥肥的 有沒有 肥膏 是臥蠶 那眼袋就是這邊拋起來 像有些長輩 年紀大的這邊會 像很快的拋起來 那叫眼袋 那該拿掉的是眼袋 那你不要把臥蠶都拿掉 這個很重要 對 堵丁就有臥蠶 對 所以女生要化妝的話 可以把顴骨這邊擦一點粉紅色 然後臥蠶可以把它打一點珠光 都可以把它感覺很動 對 化妝改運 對 小鮮肉不好當的 對 化妝改運 對 化妝改運 大家都怪怪的 我該講 我該講 對不起 大家都回村了 是 是有見過學姐打學弟的嗎 學姐打學弟 打起來是很粉的 老王就變小籠包就不太好 好 來 來看一下首相的部分 首相的話 第一個 你的事業線要穿過感情線 還有你的食指下方的太陽線 如果有兩條的話 代表你的才華洋溢 而且事業有成 因為你的事業線 如果衝過這個感情線的話 代表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只要你專注你的本業 你都可以在你的本業當中 做得好像公務員一樣 穩定 然後又長久 那此外 如果有這雙條的太陽線的人 代表他才華洋溢 他的反應很快 而且學習能力特別特別的強 然後也表示說 他的個性比較容易喜歡新的事物 你要保持屹立不搖 你要多接收一些新的事物 才可以讓你在這個領域上 發光發熱 代表名利雙周 分岔 如果走到前面分岔成兩條 你說事業線嗎 分岔兩條表示說 你會有中年轉業 或是你有副業的可能 對嗎 這也是很棒的 現在算是了吧 因為從媒體記者到現在 轉業算是 對 代表說你的事業 可以開支善業是很好的 來看一下 第四款首相的話 就是 食指下方的 就是木星秋 有一個景志文 還有一個新型文 景志文代表什麼 代表說 他天生可以掌握很多的事情 例如說 他就好像一個小耳朵 一個發射器 別人都可以來主動 跟他報告很多新的事情 而且他可以掌握很多的消息 還有掌握很多的權利 那新型文代表他天生就是一顆幸運心 他可以掌握很多的 我們講說你在演藝圈也好 或是做任何事業也好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貴人 然後你的運氣好的話 有時候我們講說七分努力三分運氣 運氣其實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運氣的話 那我相信你在這個領域當中 你也很難成功 所以這是一個很幸運的首相 那如果你有以上這四款的話 你都可以在你的人生的舞台當中 屹立不搖 嗨 您好 謝謝老師 來喔 來來 時代都過去了 再美好的時代 問一下李玲姐 我們現在揭開明星的秘密檔案 當年哪些偶像有哪些秘密 是當年不能說 但現在可以講 當年那個時候 低點沒有狗仔隊 所以那時候很多的八卦 其實還沒有那麼快被踢爆 然後那時候我們記者 說真的比較心存厚盜 比如說知道誰誰誰離婚 誰誰誰感情破裂或什麼的 我們都會選擇性的好吧 就暫時先不要爆出來 所以那時候記者跟藝人之間 可以建立很好的關係 就在這裡 那我要講一下是王杰 那時候非常非常紅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就先不要看下面這裡好了 當年的王杰 他那個時候跟方文玲感情很好 對 那個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驚童玉女 可是在那個年代 男生就算未婚生 就曾經結過婚什麼 這都不能講的秘密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報社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說王杰 其實早在跟方文玲在一起之前 就已經結過婚 而且這個男偶像居然還有小孩 對… 現在覺得沒什麼的事情 以前來講是天大 不得了天大地大的事情 跟王杰出道以前就是什麼 結過一次婚啊 有一個小孩啊 那都不能講啊 然後又開計程車 其實我覺得 當舞行 就你現在都不覺得說什麼 學說啊很棒啊 自治其力擔心爸爸 可是在當年 不能說的秘密 真的是不能說的秘密 當然不能講大了 所有的女生都是冰心欲結 清辰欲擬 雖然男生都是痴情的不得了 不可能有任何的那種什麼 擦槍走火 你還什麼… 還結過婚生過小孩 那怎麼行 檢視大罪 本事都跑光了 航情崩潰 對 要傷多少王太太的心啊 對不對 還忘了你 忘了我 對 完結那個時候 我們報社接到 就是接到王杰 其實曾經結過婚 生過小孩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傻了 然後全部在掙扎說 那怎麼辦 這個新聞 採訪是一定要採訪 問題是怎麼寫 要不要寫 能不能寫 因為那時候王杰最紅的時候 她跟方文玲感情還不錯的時候 你看她剛開始跟方文玲的時候 就已經有點嗯嗯呀呀 後來就說好吧 就公開 可是沒有想到 當年就會有讀者投書來報八卦 那時候也有一些 周圍的人會偷偷來解 而且當初我們最主要的消息來源 都是讀者投書 也都是打電話來報 對 打小報告 後來知道之後 我們就去查 查說勸有其事 可是那時候也是壓了很久很久之後 一直到後來才整個報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 在那個年代 那時候女星談戀愛 你看劉德華那個朱立倩 一直不肯 一直不肯講 大家都知道 事實這是有啦 但是她那時候一直不肯講 太多的藝人那時候都 噓 不能說的密 對 都不能講 對 我今天要來商一下浩如的心啦 浩如最愛郭富城 怎麼了 郭富城當年 她有親手下廚煮過 大雜蟹給我吃呢 哇 有有有 你們幹嘛 你們在做夢嗎 我不是在做夢嗎 我要講 而且我去哪裡吃 我要不要關過音 我去哪裡吃 我先講 要把證書拿出來 不然不要跟音樂講話 我講真的 而且是在香港的清水灣的一個大豪宅裡頭 為什麼 當年我是郭富城的師妹 因為 芙蓉 葛姐嘛 葛小姐 她是先 第一個是郭富城 是公司的藝人 再來京城武 再來是我 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去香港的時候 就是說 公司帶我去香港 去認識一些片 就是導演啊什麼的 然後就想說 你去看看師兄吧 然後就帶我們去清水灣 就是郭富城住的地方 我都還記得她的樣子 因為她是那個 就是那時候你最喜歡那個麥當勞粽的 她要下廚的時候是用一個髮鋪 把她的頭髮這樣弄出來 你看看 我都還記得 我是在她那個開放式廚房裡面的中島 吃的她親手真的大雜線 你老實講有沒有假掰 你真的就這樣大頭咬嗎 弄得出來嗎 弄得要死 我緊張死了 那怎麼辦 大明星 咬得開嗎 是用大雜線 葛姐帶我去的 所以那時候我 我心裡面跟所有人一樣 就是天啊 郭富城 心裡在尖叫 緊張什麼就算發抖 蟹餃你是不是都拿去塑 妳等一下 妳吃了幾隻 就我哪記得 反正就那一隻應該也都沒吃吧 而且那個蟹很難 看他都飽了 對 看他都飽了 而且那時候我們去 他就是很簡單就穿一個吊嘎 然後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他們問我要不要喝咖啡 我說 好了 你會講郭富城 我當年齊尾是排載你的故事 也講一下 真的假的 快 快 我實在是說 你知道 魯明哥80年代的 第一打交椅的大偶像 對 魯明哥其實我從以前 我們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像小影明一樣 其實又緊張又 就是一直 他願意帶著我 我就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有一天他就說 你在哪裡錄影 我就說我在華視錄影 那錄完影你要去哪 我就說沒去哪 他說那我們去東區 就是東路四段那邊 我們上去哪裡 去吃點東西還是幹什麼 不重要 對 他就說他來接我 速度快一點 放飯了 他說他來接我 大偶像 何篤霖要來華視接我 哇 好開心 而且騎著我的舞蹈 那時候我以為 你開車來接我 哈哈 哈哈 我們比較 流失好不好 我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說那你約哪 有時候華視大門口 我想說何篤霖要來接我 但在大門口 天啊 讓大家都看到 哇 結果他就騎著他那個 復古的韋視牌 而且當場 光是 你知道就是 發了發很久才發起來 以前又開始要踩的對不對 發起來我們就坐上去了 你知道我們兩個手長腳長 騎在中山東路四段 延吉街口 二一六項的巷子前面 他熄火了 哈哈哈哈 他熄火了 而且就在路邊 一直踩 一直踩 怎麼樣也發不起來 我跟他就只好 就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你不懂 你應該是一下前面 你在後面用推的 他才會有OK 我一直說 童韻哥現在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在看我 大家都在看我嘛 他就說笑笑的 在等我發兩項 哈哈哈哈 哎唷 王師 不要再提限制廣告 好不好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 好的 來 趕快把你剛剛下載的 那個APP星盤打開來 學玉光老師來幫我們看一下 哪些星盤特色的人 他很奇怪 人生不會有低潮期 人生那麼長 不可能不會有低潮期 但是他就是轉念轉得快 想得開 所以待會上版這組人 他就是想得開 轉念轉得快 所以很多事情過得快 OK 我們來看他們是怎麼過去的 我們從第三名開始來揭曉 上身牡羊座 天性比較單純 個性比較像小孩 脾氣來得快去得快 加上他的太陽是獅子座 太陽獅子座落在第五宮 等於是你是獅子座 然後你的上身是牡羊 這一款的人 他們是自己找樂子 然後消除負能量 心情不好的時候 哎呀 來去看個電影 來去KTV唱個歌 以前有那個Disco 來去跳個Disco 來去爬爬山 反正他自己有興趣 比方說來去騎騎腳踏車 來去玩玩直升機 來去做做一些有趣 自己的嗜好的事情 然後在這些過程當中 找到一些快樂 然後很快就讓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自己找樂子 然後去平復自己的心情 然後第二名這個組合是上身如果是水瓶 這組的人其實有時候對於人生當中的很多煩惱 比較沒有感覺 對於一些人際當中的一些事情 他比較反應沒有那麼多 再加上他的水星如果是在射手座 因為射手座是一個樂觀的星座 水星在射手等於是 這個水星是落在你的朋友宮 像這一群人 心情不好的時候 失業的時候 失戀的時候 找朋友抱怨一下 你知道那個誰誰誰劈腿 做的都對不起我的事 他哭一哭 喝喝酒 鬧一鬧 然後一下子找這些朋友訴訴苦 然後吃吃飯 有時候一起騎摩車就環環島 然後出國走一走回來就好了 所以他們會找朋友來訴苦 然後換個地方去玩玩 然後轉化一下注意力 然後第一名 我覺得這個第一名 其實蠻了不起的 上身如果是射手座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射手座的 也是他的派友是在上身 射手這麼樂觀 這個射手倒不行的這種人 他是天生樂觀 快速轉念 我告訴你這個上身射手 叫太陽射手他非常樂觀 樂觀到有一點點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優點 就是說他們會用一個念頭 然後來讓自己變得開心 比方說失戀了 或者是遇到感情的挫折 他就會說 像我這麼漂亮的女生 就是會遇到這種考驗 類似像這樣 那或者是說他是很自... 或者是說男生 比方說他工作當中 如果遇到一些挫折 他就會說 比方說像我告訴你 英雄就一定要經過這些挫折跟折磨 他就是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念頭 他就要像茶葉蛋一樣 他就有這種信念 所以他可能會有很多比方說 痛苦一下子就過去了 如果經歷過這些痛苦 我就變成更好的人 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總之他會有一些非常正向的念頭 如果當發生了不好的事情 他就會用這些念頭來告訴自己說 這些事情過去之後 一切就會變得更好 所以他看事情的方式 我覺得滿正面的 會讓我們對很多事情 比較容易過得去 低潮期會縮得比較短 是 好 來 接著我們也來了解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注意了 在今年的下半年 有機會可以紅透半邊天 對 像孕逢下半年了 所以還沒轉運的人 現在看一下這個有機會轉運 來看一下能夠在下半年 紅透半邊天的 第一個就是屬豬的生肖 然後如果你是有時 或害死出生的 代表什麼 代表下半年 你的義馬貴人特別的旺 而且你的生命可以圓破 老實說下半年會越來越勞碌 可是這個勞碌 可以讓你的事業上 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而且你越動越好 例如說下半年 你很有遠行的機會 例如說出國的機會特別多 還有就是說 你可能縱使沒有出國 可能南部 北部 這樣來往奔波也會特別多 但是越奔波 越好 看今年郭富城會不會請你吃大雜 好 我打個電話跟他約一下 對 順便郭富城衝 那個香港杯過來請你吃 也不錯 好 來看一下第二款 就是我們生肖叔叔的 然後農曆三月 或者是誠實出生的 代表什麼 搭上時機瞬間爆紅 例如說像颱風艇的泛舟哥也好 只要有搭上時機的人 例如說像這樣一個話題性 你可能就爆紅了 但是這爆紅的背後 會讓你非常的有壓力 表示什麼 如果你平常累積好的實力 然後你自己本身 也有一點條件的話 那你爆紅 那我相信你這個紅 可以永永遠遠的 但不會只是爆紅而已 但是這個時候 你要把握這個時機 然後有一個好的時機 你把它發揮出來之後 那我相信你 可以賺到以名代曆 然後賺到很多的錢 好 來看一下第三款 就是生肖屬兔 還有屬馬的朋友 農曆九月份生 或是晚上蓄食出生 代表什麼紅呢 小粉紅 紅鸾心動 表示桃花入宮 幸福洋溢 很好 表示說你在下半年來講的話 不管你有沒有結婚 結了婚 有機會懷孕 生子 那如果未婚的話 有機會遇到好的對象 但是這兩個都不是你想要的 表示你的人際關係 貴的孕都會很好 所以桃花入宮 非常恭喜 如果說你要從事一些 大眾公共傳播的一些行業的話 都會非常的旺 所以這三款下半年 都可以紅透半邊天 謝謝老師 好 來… 訓練一下 進入廣告把他拿回來 好 來…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偶像 當然 要問一下皓如 皓如 當年有哪些當紅的偶像 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現在可以公開了 現在不可以公開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 現在還有秘密 因為以前是偶像 都有偶像包袱 但現在他有另外一種 不能說的秘密 譬如說像現在… 現在什麼年代的 也沒什麼不能說的 還是有 譬如說像現在很多女明星 或是很多藝人 有去整形 有些人很大方公布 有些人還是不敢講 對 所以這些是看個人觀念 還有唱片公司 經紀人他怎麼塑造你 那如果是去動手術 動刀 變臉 那如果是男藝人的話 那就他更不敢講了 你看幾乎很少有男藝人 會講自己有去變臉的 但是的確很多男藝人 但你說會看的都看得出來 現在其實都看得出來 我們都看不出來 有啦 打個肉毒都僵掉也有 我覺得會很自然 不要只工作 我不是說你那個電波都做得很好 對 我現在要說的 這個是一個男歌手 他在發片之前 他就先去做了30萬的手術 然後去變臉 下巴也有做 鼻子也有做 然後整張臉都 臉有弄小這樣子 該不會銷鼓都來吧 30 他沒有銷鼓 他沒有銷鼓 對 30萬不夠 但是他是侵入性手術 所以有到30萬 就不只是打打針 然後這30萬做完之後 準備發片 但是這30萬他就拿單據 去跟唱片公司報帳 他就請唱片公司幫他付這個錢 然後一方面跟醫院說 我不付這個錢 公司會來幫我付 然後他就跟唱片公司說 唱片公司就很傻眼 唱片公司說 我們沒有要幫你付這筆費用 這應該是你個人要吸收 他就說 可是這是我是為了我的職業啊 我上鏡頭好看 你們不是也Case比較多嗎 那這樣子對你們來講 也是雙贏的局面 所以你們應該要負擔 然後唱片公司就 我覺得有趣的不是他整容 有趣的是他的觀念 對 因為他覺得這是他的 為他的這個職業生涯 他這樣講也行啊 那以後從那個唱片裡面 銷到裡面扣嘛 那或者以後 那合約時間到了之後 那把我們公司投資要還給我們 就這邊要抽出來 就要還走 然後他唱片公司就不願意付這筆錢 他唱片公司就找上了他的經濟公司 所以我們不付 那經 因為他變臉是永久的 所以麻煩你經濟公司付 發唱片一張發完搞不好就沒了 也對啦 所以公司是永遠自己要處理這樣的費用 對 他不願意 然後經濟公司後來也不付 那經濟公司不付了之後 然後三方 然後就變成醫院也非常生氣 因為收不到這30萬 醫院就非常生氣啊 然後變成三方 就一人經濟公司那邊三方狗咬狗 然後橋不龍 然後最後醫美這個醫生就非常不高興 院長他就祭出純正信函 所以就是告三 就三方他都告 就不管你們誰要出來 我三個人都告 所以這件事情才會傳到我們記者這邊 因為後來已經要鬧上法庭了這樣子 是現在進行事啊 現在進行事 因為還沒有人要付這個 他這藝人是有 就是他沒有這個預算嗎 台灣的嗎 應該是說他是新人的時候他就弄了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非常好的收入 那他現在有沒有錢 現在我覺得應該有賺到錢 他就直接把錢付了 對啊 而且他願意啊 怎麼那麼少 而且我那時候經濟公司 我會幫你去弄啊 是他的觀念的問題 對 是觀念的問題 對 好 來來來 我們就來請美玲老師 幫大家進行一個 零珠的沾博 我們就來沾一下 未來一個月呢 我會有什麼樣的好運降臨 來 好 我們看看未來一個月 你會有什麼樣的好運降臨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是兩顆對五顆 再來是兩顆對一顆 第三組是兩顆對四顆 第四組是兩顆對三顆 第五組是兩顆對五顆 我們第一 兩顆對六顆 對不起 老花了 我們先來看看 以第一直覺為主 來 皓如 二好了 皓如二 來 好 林姊 來 一 好 林姊一 我也一 我 我 我選三 我 五 五 兩位 五 兩位 精準 我選一好了 一好了 好 未來一個月 我會有什麼好運降臨 觀眾朋友 趕快 一 二 三 四 五 選一組 好 我們先從第五組開始來看 我們看 兩顆對六顆的觀眾朋友 選到的 跟湯老師 還有朵琳選到的 這在哪一方面呢 會有好運降臨 這個恭喜你 這個是在貴人方面 得了 這個非常好 這個會有貴人 比如說 會有人來提醒你 像藝人的話 就是可能會接到廣告 廣告上會看上你 如果觀眾朋友的話 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候 你想要有人投資你 也會有人投資你 如果是家庭主婦的話 在這個時候 你想要老公買東西給你 也會有很好的運氣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挑到第四組的 有哪一 我們要挑到第四組 都沒有人挑 好 我們看觀眾朋友 挑到第四組的話 你在哪一方面 會有好運氣呢 這個是在工作方面 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工作不穩定 或是跟主管有一些摩擦 在這個時候 你挑到這個的話 你的工作的障礙會去除 如果沒有工作 也會找到好的工作 如果想轉型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你也會比較有智慧 轉對行業 好 那再來我們看 我們看這個第一組 第一組呢 這個有皓如 還有李玲 還有鏡淳 我也選擇 我們看看你在哪一方面呢 能夠有好運降臨 你這個恭喜你非常好 這個會有好的伴侶 我們比如說 你現在跟老公正在爭吵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跟你的伴侶 會化解掉你們的誤會 那如果沒有好的伴侶 以前都找到那種爛的伴侶 或是找到不對的人 在這個時候呢 你也容易找到好的伴侶 找到對的人 恭喜你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在哪一方面你能 你會轉好 我們看第三組 第三組這個有阿湯哥挑的 我們看看還有觀眾朋友 這個呢 恭喜你 這個在好心情方面 這個呢 以往比如說你的感情運不好 財運不好 或者是工作運不好 健康運不好 放心 在這個時候 你所有的一切都會轉好 就代表說你會有好的心情 所以恭喜你 那我們再來看 第二組 第二組這個是 是我 皓如蕭的 我們看看 一直獨得 對 一直獨得 這個要恭喜你 在哪一方面能夠有好的轉運 這個財運方面 財運是大家最喜歡的 這個呢 恭喜你 這個 你在財運方面 都會非常的好 這個 財運好的時候 你所有的一切都能夠解決了 OK 好 謝謝小老師 來 我們今天開了同學會 有嘰嘰喳喳 真的 大家在家裡把老照片翻出來 可以開一個同學會 是啊 當年的小鮮肉 都已經變臘肉了 我們來聊聊 現在當季新鮮的小鮮肉 有哪些 來 皓如蕭嗎 我很看好這一位 也有演我的少女時代 李玉璽 雅明哥的 雅明哥的兒子 雅明的兒子 對 今年才22歲吧 但是你要知道 雅明哥幫他規劃的 他的演藝人生 他已經完全當完兵了 在美國唸音樂唸回來了 然後呢 也跟了這個碧書鏡 然後他們發唱片也發完了 然後現在又演了電影 所以他的人生在雅明哥的 這個規劃之下 當然他自己很努力 我覺得他現在前途不可限量 雅明哥是一個很好的經紀人 他有捧紅過哪些人 而且他很嚴厲 他捧紅過哪些人 張文寧他們三個 誰喔 張文寧他們三個 現在是畢書鏡 他們也有很多 對 那些唱校園 在少女們那邊 就是少女時代那邊 非常紅的一些 校園演唱 是 好 第二個我要講一下 這是我的小鮮肉 我的菜 這金秀賢的書籠 那種來自欣欣的 你看我特地去買這個筆記本 隨身攜帶 然後你看裡面還有他的 你到現在還會去買這些東西 你還在追星喔 各位 各位 然後為了這個小鮮肉 能夠長袋左右 我把它貼在我的捷運上 有啊 就每天都嗶嗶兩次 他陪著我一起坐捷運 多好啊 他很翻白眼耶 他很可愛 請我那一個拿出來 林俊教授 我最愛耶 真是多好 好棒 其實像李玲姐的那個 金秀賢讓我想到 其實我非常喜歡李玲浩 所以包括他們的原生袋啊 韓國的原生袋啊 海報我都有 你到現在還會去買喔 對 而且我是真的自己買 然後會用韓國 用那個國際的那個郵購 去買他們相關的東西 去買那個叫什麼 航空版嗎 對 航空版 就要從韓國過來的 可是我都不敢帶來 因為我覺得我年紀有會被唸 可是氣智有講 其實這個題目還有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覺得最看好的小鮮肉 那因為最近我覺得 我的少女時代很紅嘛 那我在前一個多禮拜 有機會我碰到了 王大陸這個小朋友 OK 對 那那次老實講 因為阿姨年紀比較大 我真的第一眼我沒有認出她是誰 那那時候也是爸爸帶著她 然後我跟大家說 其實她本人真的比電影上面的她 還要帥 那個整個輪廓就很像 那個維納斯用雕出來的 然後我真的很後悔 因為當時她爸爸說 要不要拍個照這樣 我說我很忙 等一下 對 Oh my God 我罵死我罵死我 對不對 沒有 剛上 我真的不知道剛上而已 那我老實講 就是大家也講說 其實她現在的 因為剛好搭上票房嘛 其實未來她的前途 應該是來看好 新的小鮮肉 來 謝謝老師 也謝謝三位學姐 好 也要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 下次同一天 請准視收看 命好玩 拜拜